哈嘍 大家好 我是冰白信 今天要來跟各位來做介紹以及分享的是 熬星傳說印記石板系統的更正版本 這是由我們的觀眾喬喬喬醫師所提出來的部分 那我拍了這一部影片 除了就原本的方式再介紹一次以外 再來跟各位來做一個修正以及討論的部分 因為我們印記石板基本上要入手的話 難度現在比較高 除了我們這個玻璃卡牌裡面可以去抽以外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 賣場裡面的 賣場裡面就比較貴了 賣場裡面就比較貴了 賣場裡面去買 那還有一個方式就是我們的這個 每日的活動裡面的遺跡 由配雷絲遺跡裡面去打 這邊也會有這個印記石板 那遺跡的部分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現在要打流派的話 要打流派的話 只有遺跡才有辦法獲得 遺跡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 這紅色印記 流派印記 流派印記 流派印記目前啊 我所知道的應該只有在這個地方 才打得到而已 然後這個 紅色印記 神劍奧義跟聖光降臨 好像也是只有這邊才打得到 當然如果大家有其他入手入鏡的話 歡迎留言下方來提供一下 那主要這一次要做 修正的部分是說 有跟各位提到 假設我們今天入手了 以我來講好了 我入手的這個 印記石板 我建議是每一個 我們都放進收藏品 這邊有看到收藏屬性 所以你先每一個收藏屬性弄好之後 再去升級它 那升級這邊我可以看到 它是用碎片 那你用原本 一顆整個大顆的分解掉之後 再去升級就可以了 那我之前的影片提到是說 建議大家平均升 平均升 為什麼 因為平均升的話 它越升到後面是 需求是越大 但是 觀眾這邊提出來是說 他說這個只有上陣才用得到 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我沒有注意到上面上陣的部分 但是 現在有一個問題來了 對 就是我 我不確定 因為我身上印記已經用光光了 我也沒辦法 沒有辦法一時時間 升那麼多印記出來 就是我們的這個 圖鑑等級 這個收集度 對不對 升級之後 就是例如說 升五級 會不會提升它的 圖鑑等級 這個我現在暫時不確定 所以如果你是有自己專屬的 專屬的某一種 例如說 我想要用原始之力 我就專精於原始之力 理論上是我們是要把它升到滿 沒錯 但是如果 你要湊這個 圖鑑等級 這個升級上去會不會有影響 我現在不確定 所以這個部分 留言給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那如果大家有升級的話 例如說我升的越高級的話 是不是可以增加圖鑑屬性 因為目前看一下圖鑑這也蠻多的 你知道嗎 圖鑑蠻多 這到50 所以我不確定 呃 升級會不會影響到圖鑑 但是 但是升級的話 你一定要上陣 才會用到上面的能力 所以這個就一個人喜好了 這一次的話 我的 我的分享的 這一部影片的話 就沒有說 一定要大家像我這樣平均去升的 因為那時候我是平均升嘛 那平均升有 對我來講有個好處 就是我要拿一個印記的話 他每一個印記都有 呃 一定程度的提升 不至於說 呃我可能 拿到 這一顆只是LV-1而已 齁 那 像這一顆的話 無盡惡夢跟 浮游守護的部分 他有PVP減傷跟 欸 就是有兩層PVP減傷的部分 這兩顆是屬於比較 PK的 的印記 齁 所以 如果你今天想要知道你的印記 暫時啊 我看起來他是長這樣 就是 你想要知道這印記到底是 呃 PVP還是PVE的話 這邊可以做參考 參考 我不敢講絕對 齁 這邊可以做參考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 欸我這邊齁 你看他這個能力看起來就是打架用的 這個 這看起來是打架用的 齁 那所以其他的我可能是用來 呃 呃 這幾個能力 那目前我知道可以拿到的紅色的印記 好像就走行程實力而已 就是 呃 半周年聖典裡面的 這個玻璃卡牌 這地方 齁啊其他的就是可能我們要每天去打 每天去打 打這個遺跡 對 齁這邊看可不可以機力拿到 好 OK 齁那給大家分享 以及參考一下這個 有關於這個 石板印記 印記石板的這個 呃配置 齁啊怎麼升級 齁以及 取得的方式給大家參考 那大家在留言 也可以 呃分享一下你的 呃 包含使用印記的一些方式 或取得的方式 齁那也謝謝我們這個 喬喬喬醫師 齁所提供的資訊 齁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按訂閱 右下角喜歡 訂閱旁邊的按鈕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分享 消息我們下次見 掰掰